2比0级拜墨西哥,巴西男足党首晋级到了本届世界杯八强的行列,这也让巴西队连续七届世界杯都实现了这一撞举。 本场比赛,巴西队不仅收获了贡献船舍满却归来的核心内玛尔,还有封线上的一般骑兵菲尔尼诺。 比赛第88分钟,正是菲尔尼诺在禁区内接到内玛尔精彩的助攻后,轻松地帮助巴西队打进了锁定胜局的第二个箭球。 在这个箭球中,内扫超强的边路奇奇固然出彩,而菲尔尼诺漂浮的跑位同样值得撑倒,因为他并没有选择中路跟进,而是选择跑向后点。 果不其然,墨西哥两位中后卫,被内玛尔吸引荒芒松堵这位巴西天王的路线,让门前的菲尔尼诺捡到了一个大便宜。 这也是菲尔尼诺,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锦球,而他仅仅气图登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。 虽然菲尔尼诺锦球的过程非常轻松,但他聪明的跑位,却足够让马霍尼整场的巴西首发中风热作思要看也不疑。 而菲尔尼诺的进球,或许也让巴西主帅变特陷入了纠结。 下一场比赛究竟是选择继续豪赌四场首发一球为进的热苏茨,还是选择改变阵容让菲尔尼诺顶气他出场。 作为映朝联赛的两大让人胆寒的杀手,菲尔尼诺和热苏茨正赛季,在映朝都有着相当不索的表现。 相比来说,菲尔尼诺的数据,无疑更加更加耀眼一些。 他在利物部54次出场,打进了20踢球,贡献了16次入攻。 而他与马内、阿兰赫的三叉体,更是让红军一路杀进到了欧洲决赛。 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就是这样一位破具实力的射手,却无法成为巴西男足在世界杯的主力前锋。 而蒂特佐信任的热苏茨虽然足够努力,但这位21岁的小将自场比赛,长场首发却依然毫无斩获。 正因为此,热苏茨也被不少巴西球迷和媒体怒启威,是巴西世界杯史上最水的9号球员,考虑到接下来巴西队所处在的死亡派区对手势力将越来越强大。 或许蒂特真的要让热苏茨好好在T.T.T.上冷静下,给菲尔米诺一次打手发证明自己的机会了,只有真正激活中风这一点,巴西队第六次夺去世界杯才真正有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